2月8日一早 某八卦媒体爆大S和剧静夜二婚纪念日就在今天 让时刻关注大S与剧静夜讯息的粉丝惊喜不已 就连吃瓜网友也加入到阵营中热烈讨论 这期大S在跟汪小飞离婚78天之后 与去年2月8日在韩国跟剧静夜登记结婚 随后剧静夜才开始准备来台生活的相关事宜 对新婚一年的夫妻来说 结婚纪念日算得上是很重要的日子 叫上大S自从跟汪小飞骂战结束之后 许久没有更新生活动态 使得网友纷纷期待这一天 大S会不会在网络上高调的秀恩爱撒狗粮 甚至有网友发起竞猜 大S跟剧静夜的二婚纪念日庆祝活动 夫妻俩究竟会不会刷汪小飞的卡 让汪小飞为他们的二人世界买单 毕竟当初大S跟剧静夜在婚时 举办的内部婚礼 从衣服到婚纱 再到穿的鞋子 都是大S刷前夫汪小飞的卡买的 如果不是汪小飞的卡设置了交易额度限制 大S跟剧静夜的结婚戒指都带有汪小飞买单 众人讨厌大S和剧静夜夫妇联爱 王小飞也是因为看她实在是可怜 离婚之后养孩子无可厚非 可是养强妻一大家子 乃至于大S的二婚丈夫 剧静夜纯属是起始大辱 怪不得王小飞宁可打官司 也要跟这对夫妻划清界限 属使是他们的做法太恶心了 可惜的是众人的期盼终究是要破灭了 剧静夜早在几天前就已经离开台湾 留下大S在台湾成为旺夫时 盼着剧静夜早日回家 2月7日 剧静夜凌晨2点更新动态 晒出振奋人心的喜讯 原来她在闲暇时间创作了最新作品 ADM版的《I'm Ditto》 据悉这首歌的原创版权属于韩国女团New Jazz 歌曲已经发布立马火遍全亚洲 长期霸榜韩国的歌曲榜 剧静夜在这首歌的基础上 加上了不少自己的创作想法 将其改编成异地M版 如此精硬的创作才华 让粉丝和网友惊呼不已 纷纷夸赞它不会是韩语偶像圈的鼻祖 并催促剧静夜继续改编其他的歌曲 为韩语乐坛贡献力量 在这热闹的氛围之中 台湾媒体再爆大S和剧静夜的大瓜 称大S和剧静夜两人 并非真的通过相爱才结婚 对外恩爱无比的营销 实际上私下里各玩各的 只有在相互利益的时候才会一同营业 分手20年没联系 20年没换电话号码 剧静夜打来电话火速结婚 实际上都是早早商量好的 大S和剧静夜的目的其实很一致 那就是让自己的热度更高 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与金钱收益 通俗来讲呢 两人只是行婚 为了让这件事的真实度更高 小S也会出面为姐姐姐夫打掩护 真经全网的把尿狗 就是小S瞎掰扯的 实际上那个人到中年的女性 会让异性男给自己把尿 就算是夫妻关系也不能接受吧 接下来说 台媒抱大S已怀三胎 最近夜老来得子很激动 精心为孩子取消名 娱乐圈近期发生了不少的重大事情 比方说王立坤的爱马是强 赵本山女儿官宣结婚独自美丽 还有陈思成带女朋友逛街 疑似好事将近等等 近日又有媒体抛出消息 说大S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最近夜正忙着给宝宝取小名 如果这个瓜宝熟的话 简直是毁人三观啊 此消息一出 不少媒体争亲报道 似乎都想凑齐一手资源 一些网友回忆说 汪小飞曾经控诉大S 整日在家躺着 根本就不出门 更不会陪孩子出去玩 之前这话说出口 很多人都觉得大S是犯了公主病 但现在设想一下是不是她怀孕导致的 假设这个传闻是真的话 那么大S这段时间要辛苦了 毕竟岁数在那摆着的 就是一般人也架不住怀孕三次的辛苦 夜网友持反对态度 如果汪小飞知道大S怀孕的话 心里一定不好受 以她那个脾气还不疯了 包括张兰在内 早就在直播间内涵 即使回看汪小飞的近期情况 比者觉得还是蛮正常的 至少她没有失控 如今一心为视野 即便已经养了好些日子 可声音还是嘶哑的 说话很费劲 对此很多粉丝表示担心 并劝说她去医院检查下身体 汪小飞倒是很坦然 说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 中医也看过了不见好 一边是索取无度的前妻 一边是拿自己婚事 寻开心找流量的老妈 背后还站着一个 说话不腰疼的张盈盈 小汪总呢也是够难的了 可能是出于同情吧 汪小飞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如果大S这次怀孕被坐实 汪小飞的心里 估计比吃了苍蝇还恶心 看得出来 她对前妻还是有感情的 如果不是大S站出来 讨要生活费 估计汪小飞会一直养着她 全当自己认栽了 只可惜女人的贪婪是无耻度 更何况旁边还躺着一个 不爱穿衣服的光头 这事换了谁都咽不下这口气 面对曾经的过往 一些理智的网友分析 大S自称自己身体不好 应该不会怀孕 想一想她就46岁了 干嘛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回看俱进夜和大S的感情 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两人的感情是否能够经得住外界的流言蜚语呢 双方在受挫时又能否为对方考虑 还是说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彼此都了解对方的内心 面和心不合 想分手 但又怕外界笑话 不分手 两人早已经违背初心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段感情就太可悲了 如今的俱进夜 还是当初那个一心寻爱的俱进夜吗 逼着觉得她应该能够感受到 来自外界的压力 以她的条件来看 根本无法满足大S 与其被人说三道四 不如通过妻子为自己博关注 这样总归会挣一些钱 至少不会被嘲笑是个吃软饭的 回顾现实 我们评价一下俱进夜的业务能力 真的是差强人意 首先岁数大了 体力明显跟不上 潮流也跟不上 再一个 俱进夜靠着大S 博流量 名气虽然上去了 那请记住是骂名 回看大S 这段感情究竟图些什么呢 爱情还是家庭 本来是一手好牌 如果不把事情戳破的话 相信小汪总一定会保证 他这辈子衣食无忧 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 被众人消费 人生面临巨大的考验 一向要强的大S成了大家的笑饼 大众都拿他当瓜尺 面对四面八方的压力 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强大下去 也许现在大S已经彻底明白 谁才是最爱他的人 只可惜回头很难 也无法回头了 成年人的错误只能自己买单 浪漫的爱情终究是短暂的 即便夫妻关系太融洽 也会因为生活中琐碎起矛盾 放弃一个疼自己宠自己 能挣钱的男人 找了一个欠了一屁股债 经济窘迫的老男人 怎么算这笔账都是糊涂的呀 人人都觉得大S是一个心机很重的女人 利用前夫的钱去养现任 细思极恐 但逼着觉得她是一个傻女人 做出的行为比婴儿还要幼稚 她的思想行为简直疯狂至极 离开汪小飞也是好事 至于怀疑一说呢 其实早在很久之前就有真假难辨 所以只要当时人不成亲 我们全当她是个瓜就好了 最后希望这家人能够停止战争 各自安好 接受眼前的现实 别后悔也别回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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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支持